昨天晚今天高雄发生这个大气暴 造成整个前镇区和临雅区死伤持续飙升 目前三多路处处是断源残壁 最新的状况马上连线给现场记者马玉文 好主播各位观众现在记者呢 现在带大家一起来关心高雄三多路目前的现况 昨天发生大气暴之后呢 房子是毁的毁 玻璃是碎的碎 整个三多路看上去就是一片的断源残壁 我们来听一听住户的说法 比战争还恐怖一下子而已 对啊 像我看打电影就太含了 这种事情会发生 是的 不少住户都觉得 昨天晚上好像经历了一场灾难一样 家园是几乎都是全毁的 但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三多路上情况是比早上呢 还要好一些的 因为国军弟兄呢一早就进入 也利用挖土机呢 赶快挖出了一些地面呢 可以让民众呢通过 让住户人员和民众都可以安心的通过这样子 而在警消的部分也住户做人口的清查 就怕民众有人是受困在屋内 已经比稍早还要再好一些了 但是昨天居民啊遭受到气暴之后 每个人都是饱受惊吓 他们也是很担心说 究竟呢后续家园的部分 应该要如何来做处理 以上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 这些情形镜头交换棚内主播